4月电费调整很多人开始 泰换老旧的电灯冷气来省电费 不过您知道热水器其实也是厚能家电吗 有专家指出热水器厚能占家庭用电量近两成 要慎选经历部一级能源标张家电 才能有效节能 随着电费涨价 不少家庭都会选择泰换老旧家电来节省电费开支 台湾建筑中心博士李明贤就提醒 热水器其实也是用电大户 近期就有储备家电品牌推出全新热泵热水器 可以搭配太阳能板吸收热源加热除水 相较电热水器可以结算50%到70%的用电量 另外还独家引进R290环包冷煤 节能节电之余还能爱护地球 现在的全球议题都是如何降低全球的温身 那R290的冷煤可以很明显的改善这个问题 业者表示为因应极端气候温差变化大 这回还有新款顺热型热水器 搭载数位恒温2.0从三段火拍升级成为五段 可以控制热水升温两度 洗澡也不用担心热水太烫的问题 民众关心极端气候节能减碳议题 业者期待做回新款热水器 能给民众更环保干净的用水体验 记者综合报道